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笔记 SCP-1472 于2013年1月12日的招牌样本 一国女孩或差不多的东西 在活跃期间 SCP-1472之一 会向所有想要入内的人 索要 美元的服务费 并且不允许带入任何照相、录影设备 SCP-1472每晚的表演内容都不相同 但所有表演都是在凌晨2点到凌晨3点 期间进行 在表演的进行过程中 建筑的出、入口 会被锁上直到表演结束 依据表演的内容 有时会造成人员的伤亡 参与者被观察到遭受心理创伤 测试记录 1472-01-12-13-4 前沿 三名地级测试对象在2013年1月12日被批准参与测试 地级人员被送到该地点 并被指示在SCP-1472的入口前等待 地级人员被要求记录并报告他们在建筑物中看到的一切 下面是一张测试开始前 张贴在SCP-1472外的表演流程单 表演流程 2点到2点10分 进场 2点10分到2点15 昆比什姐妹 2点15到2点20 海伦凯乐 2点20到2点30 神奇ZP和训手师 2点30到2点35 牙印和爪印 2点35到2点40 冲场休息 2点40到2点41 又欲表演 1.exe 2点41到2点45 浩色长老议会 2点45到3点20 序列编号 22324409P 3.20到3.30 无法破译的切行符号 低检员ID D3432 D6744 D9908 1点50分 低检员下车并被要求靠近SCP-1472的入口 美元被给予总值100美元的5美元钞票 低检员也被鼓励进入后尽量把这些钱花出去 1点55分 ASCP-1472-1带着招牌从入口出现 ASCP-1472-1开始在入口附近安放招牌 低检员和SCP-1472-1没有进行任何互动 2点 ASCP-1472-1开始允许人进入SCP-1472 ASCP-1472-1向每个低检员所要美元作为服务费 低检员被迫缴纳费用已进入SCP-1472 2点03分 所有低检员现在都已经进入SCP-1472 低检员报告其内部装修机器华丽 地上铺着毛绒地毯 墙面镀镜 一个迪斯可求挂在天花板上 一张后置物帷幕盖住了几乎整个舞台 一根金属杆从天花板伸出立在房间中央 舒适的座位设置可最多容纳30人 2点10分到2点15 帷幕打开 舞台上出现了坐在一段圆幕上的两名裸体女性 这两人看似是亚洲鞋筒的双胞胎 两名女性接下来开始表演传统图瓦喉音演唱 其整个过程中两人一直在互相做推拿 D3432和D19908把10美元投向舞台 这使得两名女性突然停下 并开始演唱一首节奏更快的歌 表演结束后帷幕落下 2点15到3点30 海伦凯乐 帷幕拉开 舞台上出现一名 与25岁左右时的海伦凯乐外貌相同的女性 这名女性穿着典型的拉斯维加斯歌舞女郎服装 并开始在舞台上一边脱衣一边表演舞蹈 D3432、D6744和D9908各上舞台投了10美元 这使得这名女性立刻停止舞蹈 并朗诵了几秒诗歌 D6744又上舞台投了5美元 结果相同 表演结束后帷幕落下 2点20到2点30 神奇ZP和训兽师 帷幕拉开 舞台上出现了一只坐在金属凳子上的星星 和一名带有严重坏死性肌膜炎的无头裸体女星 除了没有头之外 这个女性难正常的活动 星星通过吼叫向无头女人发出指令 这个女人以表演各种舞蹈动作回应 D3432将5美元扔在女人旁边的地板上 女人将钱捡起 直接放入自己暴露出的气管中 之后星星命令女人回到舞台 表演结束后帷幕落下 2点30到2点35 牙印和爪印 帷幕拉开 舞台上出现四只双足石肉爬行动物 据地界人员描述 这些爬行动物可能属于炫猛龙 每一只这些动物穿着合身的日本式女服cosplay服装 这些爬行动物走下舞台 并以极具攻击性的表现靠近D9908 D9908扔出他所有的钱 这似乎安抚了这些动物 他们捡起钱并将注意力转向D3432 D3432也认出了他所有的钱 结果一样 之后所有爬行动物被SCP-1472-1命令回到舞台 帷幕落下 D6744把他所剩的钱分给其他两人 2点35分到2点40 中场休息 这期间没有事件被报告发生 2点40到2点41 右语表演.ese 微幕拉开 舞台上出现一台Gateway 2000电脑 萤幕上运行着Fanestra 98作业系统 系统启动 并打开桌面的一个程式 之后 电脑快速地开始显示出大量微分方程式 和其各自的3D图像表现 持续了10秒 在程式的最后 萤幕以萤幕保护程式的形式显示出 Insert插入字样 D6744和D3432都向其软件机力插入了5美元 表演结束后 微幕落下 2点41到2点45 House长老议会 微幕打开后 出现了16个漂浮在舞台上的尸体 每个尸体看起来都像透明的胶状物质构成 并充满了魔状组织 接下来尸体开始通过心灵感应 向D级人员传递资讯 D级人员报告感受到了偏头痛 尖略耳鸣 和对方传递来的强烈感官感受 这一表演中 他们没有向舞台认前 表演结束后 微幕落下 2点45到3点20 序列编号 22324409P 微幕打开 原地出现一对机械腿 该机器有放在舞台边的内燃发电机功能 ISCP-1472-1用一个漏斗 将某种物质倒入发电机中 据低节原对其外形和气味的描述 这可能是未经加工的熔岩香 15分钟后 D9908将5美元烟向舞台 机械腿开始表演传统爱尔兰踢踏舞 之后 ISCP-1472-1拿出一个装满了某种未知甲虫的塑胶盘 并让机械腿踩在骑上 机械腿继续跳舞 期间 ISCP-1472-1周期性的更换装满甲虫的盘子 表演过程中产生的气味被报告称极具刺激性并令人作呕 表演结束后 帷幕落下 3.20到3.30 鱷çon 无法破译得切形幅字 帷幕拉开 D6744嘗試去解救D3432 但ISCP-147-G1阻止了他 並警告他不能接觸5者 ISCP-1093之後繼續將所有D3432的主要器官 以大小順序摘除 最後全部踢下舞台 這一直持續到備案結束 附註 基金會記錄顯示ISCP-1093在這期間一直被收容在收容單元中 這意味著那是一個外貿上相似 但是行為極端暴力的SCP-1093實體 此外可以確認在表演過程中 ISCP-1093只放出了其通常放射水準約4%的輻射 因為D6744和D9908都在表演結束後倖存 只是有輕微輻射中毒而已 3點32分 倖存的地鐵人員滿山地走出SCP-1472 SCP-1472被看見站在外面抽著一卷大雪茄 D6744和D9908被帶回並送去治療 SCP-1472之一之後被看見一座招牌 並回到SCP-1472中 D3432的遺體再也沒有被找到 以上就是SCP-1472 簡單來說SCP-1472平時是一間普通的專訪 但是在週六半夜2點時內部會發生改變 並且在內部會上演超限時的脫衣舞表演 文檔中提到的另一個SCP SCP-1093是一個頭部有強光組成的白人男性 具有很強的放射性 燈光被情部的開關控制 SCP-1093在被關閉時身體機能也會停止 被打開時則是處於一種休眠狀態 對任何刺激都沒有反應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喜歡不喜歡吧 希望我做成的SCP或主題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掰掰